大小姐 早安, 乾杯, 請休息一下 來, 休息一下 謝謝, 晚安, 早餐 好一點, 早一點 對了, 差不多了 順道通知大家 下午三點來居委開會 開會?開什麼會? 最近我們槍城街 發生了幾宗電話詐騙 你們不覺得嗎? 是呀… 坐下, 慢慢見… 業主任, 話說回來 這輪真不知道有甚麼鬼 很多小人打電話過來 很多街坊都中招 所以就是了 我就叫街坊過來居委開會 現在連近晚大家也要小心點 真的嗎? 是呀… 對了, 嬌, 下午這個會 你無論如何一定要來 你是很重要的 我更重要的 當然了, 下午這個會 我又分分鐘是你主廣 是呀… 主廣嗎? 她說那些話, 很多人聽不明白 找她說, 你就浪費氣了 老闆娘, 你不要這麼眼睛吧 我眼睛是誰? 她一開親近就… 女主姐, 綠石, 綠石 別人聽不明白她說甚麼 我明白 發音準不準就好像要 最重要是言之有物 是嗎? 怎樣? 開防騙大會 你不找受騙的人上來發言 那找誰呢? 明白了… 那就別哭了 大家都知道, 嬌連續兩次中招 你不找她交流經驗, 還找誰呢? 是呀… 沒錯, 應該找她說了 我只說, 只是說我被人家騙兩鑊 當然了, 番薯嬌 說明是防騙大會 幾乎都找一隻水魚出來現身攝飯 是呀, 大家不要恨這麼多 讓她說了, 水魚嘛, 番薯 真是呀 有靜華的 是呀, 我就是利菜嬌 甚麼?我中了大獎? 又中獎?你中甚麼獎? 我中了是我攤票的大獎, 一萬元 我上次接到電話 我中了五萬元, 之後又中了一萬元 甚麼縮水呀?你不要說到天花龍鳳 我沒有生理的 先收她吧, 跟她說這麼多做甚麼呢? 我是騙人, 如果我把地址說你聽 你馬上十分鐘就送現金過來 喂… 甚麼頭甚麼路都沒有輸入人事 甚麼都這麼厲害 是呀, 千萬不要說地址說我 那倒是呀 喂, 我才會說地址你聽 如果我把地址說你聽 你就上門打劫了 不會呀? 日乾日白不會打劫, 這樣倒是呀 是呀, 真是送現金過來? 喂, 喂… 如果…如果真是派騙子 那她不會給現金呀 是呀, 一般那些騙子 在這個袋裡掏錢出來 是呀, 沒理由百百送銀子 過人用的 那倒是呀, 如果我們當的騙子 無緣無故就沒了一萬元 當然, 我們搏一搏, 又摸錯 如果她送錢過來, 就是真的 不過, 如果沒有, 就是假的 那我把地址說給她聽 不…千萬不要說家庭地址過去聽 把工作地址說給她聽 要她送過來餐廳 沒那麼多 我們的地址就是 廖城街66號 請問是不是李彩嬌小姐? 是…不要說小姐 不…不…我就是李彩嬌小姐 來…請…坐吧 你好… 請坐 你是不是財神爺呢? 財神爺? 是不是送一萬元給我媽媽的責任? 是呀…來… 這一萬元是你中的 這一萬元真的給我的? 給你的 是呀… 不過就…不知道堅還是樓的 是呀… 堅還是樓? 我收這麼多錢一看就知道了 誰呢? 是不是堅… 媽, 堅兒啊 媽, 當然是堅兒 不過我問些條件是堅, 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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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 堅, 堅 你不要… 不要讓我數一下 不要讓我吃內包 要喊數 要喊數了吧 要喊數 要喊數就行了 麻煩你在這裡簽收一下 來, 來 你和阿嬌 行了… 對了, 李小姐 不知道你們對我們的服務怎麼樣呢? 你們的服務也可以的 不過就有一點無夢意的 那是什麼呢? 停車再多一點就好了 上次被騙三萬多 現在那一萬元也沒夠補胎 對了, 李小姐 什麼我們的工作人員 沒跟你說清楚嗎? 說什麼? 你除了中一萬元的現金之外 你還中了一套房 茅房? 什麼茅房? 一套花園洋房 花園洋房? 她是女兒? 是廣州 廣州? 高達, 媽媽 現在西歸的洋房 一套買到幾百萬 發財了 從頭髮髮到香港 是呀, 你們倆沒這麼激動 聽我說完 那房子不是在廣州西關 在哪兒? 在廣州藍沙那邊 藍沙? 是呀… 藍沙是否賺了一套房價? 就算一套房, 我們也賺了 什麼時候看房子? 明天也行 明天到時跟其他眾長者一起去 是嗎? 不知道你有沒有空 可以… 我也有空, 我的妹妹也有空 我五個花園洋也有空 我們一起一家六人一起去看房子 我怕到時輛車坐不下這麼多人 到時可能只有一個位 一個位置 是呀… 我自己一家人去 是呀… 阿錦也好, 我一家人去 明天早上一定來 好的… 媽, 你又不是去看演唱會 看房子而已 為甚麼要帶門員見我? 正如我女兒去看房子 就要看得清清楚楚 不僅看房子裡 還要去天后看旁邊的風光 看看在天后看不看得到西瓜 媽, 你這麼喜歡西瓜 不如不要去南沙吧 你可說吧 這套房子是人家獎給我的 沒有洗田的 是在南沙 我拿回來之後 我就租給人家 我們做包租婆子嘛, 死忍 甚麼… 做包租婆子? 你別忘了 你現在還租在我的房子 是呀… 吃的大條菜多, 做包租婆子 不… 我早就說我們包租你的房子 我現在準備去街頭 一大早就要去街頭 不用開店嗎? 我媽現在是南沙士看房子 真的看房子嗎? 不… 你發了大做包租婆子嗎? 你聽她的另一套 小說一句是去看腫瘤 不是…你…你生腫瘤嗎? 是癌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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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癌 是…是生了一套 鼻子比粉瘤還小的發炎 真是被你嚇死了是吧 我還以為你發達, 原來是發炎 不妨礙你發了 康師奶… 媽媽, 你幹嘛要說謊, 你看腦瘤 正是我的女兒, 你這麼大師傅 告訴她她, 她以為我們真的發了大財 如果知道我們還在一間屋 她肯定加了房子, 糟糕 做日低調一點, 再低調一點 知道嗎? 糟糕 稍後, 水魚很容易騙, 知道嗎? 下一點靈, 騙多一點 行了, 大哥, 我們不是第一次會做的 最聰明你了 這水魚的油都在這裡 不好意思… 不要緊…李小姐…上車… 好… 來… 飛機, 開車 有人聞車浪嗎?我這裡有滑梅, 誰要? 我要…謝謝 你們是否又是中友獎來看房子? 是呀, 我們今天真是幸運 聽說這個獎有十多萬元 只剩下幾個小時而已 是呀, 初初我也不想我自己這麼幸運 還以為是電話騙局 騙局怎會現兜兜一萬元給我們 是呀…一開始打死我都不相信 最後我收到錢了, 我才相信 但你已經猜不到, 會送一套屋給我的 是呀… 我們今天可不可以拿到房產證呢? 沒那麼快的, 起碼也先過戶了 那…怎麼過戶的? 那…什麼裝修費, 別去過戶了 啊? 什麼要給裝修費的? 喂, 家屋不是爸爸送給我們的嗎? 還要給錢嗎? 你們做的那一套是無闢房, 不包裝修 現在帶來看的那些是精裝修 這樣就收回裝修費了 即是, 樓你們送, 裝修費我們出 即是別人出街, 我們出豉油 都合情合理 是呀… 那…裝修要給多少錢? 那…三千元的房子 那真的不貴呀 這間廣州買樓, 起碼也有幾萬元一房 真的? 那間屋又有幾大間? 哦, 屋有大有小的 那去到就知道了 玩下手, 如果是一百平方 三千元一個房裝修 那就要給三十萬? 你不貴呀, 你把這個機會讓給我 那我幫你買一間房子, 好嗎? 是呀, 你不要就給我 你不要給我 我何時說過沒有要 哇, 你們肯定的 反正現在都開了天了 我多大都要去看一個樓盤 來看看… 哇, 這裡很漂亮 當然呀, 這裡只是入戶花園 裝修又厲害, 條印又一流 真是個夢想中五星七的家 真是, 真漂亮呀 所以想勾了, 再給我兩千斤 看看這個吧 這裡漂亮就漂亮了 不過我一家六口住得都比較擠 是呀…我家都是六隻人 我都想自大一點 是呀, 帶我們去看大一點 大一點? 進去裡面很大的 是呀, 進去看看, 進去看看 這女兒真的很大 這些就是豪宅 是呀, 你們一進豪宅就深似海 有了這間豪宅, 我還不用嫁進豪門 我自己就是豪門 是呀… 讓我做了這女兒的屋子 我偷門口每天都代上身份證 為甚麼? 為甚麼? 自若豪宅, 我就是有身份的人 是呀…為了做人上人的話 這屋子我要了 我都要… 我都要… 來… 來… 大家不用想 看看, 誰先交五十萬訂金的話 那這屋豪宅就是她的 哇… 要交五十萬這麼多嗎? 是呀, 我跟你說了 你中的一套是無闢房, 不帶裝修 你看這套房, 成二百多個房 那收你五十萬, 算便宜你吧 五十萬還說便宜嗎? 當然便宜, 在廣州買個廁所也買不到 那這女母是廣州市盔 是藍莎, 就是廣州 過兩年了, 開通地跌了 那些樓價好像直升機一樣 砰砰升的 是呀, 到時候我說五十萬 五百萬, 也有價有市價 這套房我要的了 五十萬, 我馬上轉賬給你 我們也要… 我也要… 不過, 我沒有五十萬這麼多 我要慢慢儲才行 慢慢儲? 是呀 那這件事手費有三萬沒有的 那不斷就先給幾萬元訂金吧 幾萬元我也沒有 要不斷就拿, 最多我把昨天的一萬元 給你了 這樣嗎? 是呀 小訂了, 給你三天時間 但是你, 如果查不到五十萬的話 那這層豪宅就是人家的了 好, 生日, 我給你五十萬 好, 一言為定 媽, 回來了? 是呀 我…看那間屋看重景 真是看得我心動動 裝修又夠厲害, 無法無法 不過就是要給五十萬的裝修費 才能拿到這間屋 五十萬? 是呀 我拿到來, 你有這麼多錢 那倒是呀 再說, 她要我三天就要償錢 五十萬, 真可憐 不過我也想過了 如果十代肚子沒有夠錢 我就回家裡賣了一間早屋 小妹子去得這麼盡 你想清楚了嗎? 我真的想過了 鄉下的房子, 畢竟是這麼舊 然後我賣了它 然後換一間南沙的房子 南沙是屬於廣州市的 聽說以後的房子有升值的空間 拿鄉下的房子換一間城市的房子 就是一個的 好, 這樣說, 我明天就回法州 媽媽, 我說你也別這麼心急 你這麼心急肯定會被人騙的 你想想, 你說以前被人騙的幾萬元 小事而已 現在你要賣了 萬一真的又被人騙 你怎麼對得起我列祖列宗 這樣啊 那讓我今晚攝影子的枕頭 好好想想吧 大嬰兒, 拿點豉油來吃一份淡 豉油來吃一份淡很難吃 對呀, 冰淡悶悶的 對呀, 夠味而已 行… 喂, 你傻子還沒好 我拿了豉油來給我一點醋 我幹甚麼 不好意思, 我想想弄壞東西了 大嬰兒, 你想甚麼 我不是想我媽媽的, 她這次可能又被人當水耳 甚麼… 冰淡悶悶 甚麼事, 你快點說來聽吧 說來聽吧 不用問了, 貴了, 一定是騙局 糟了, 阿嬰兒試試當水耳被人騙 這樣, 你立即叫你媽媽出來 讓她點醒她, 千萬別相信騙子 好… 真是… 又又又又, 這場都這麼浪漫 還沒說出來, 說完一次又一次 不…我媽媽沒見, 只留下一張字條 還在寫甚麼 還在寫甚麼 她說回鄉下解決問題 甚麼回鄉下解決甚麼問題 她肯定是南沙那裡很空 借武賭錢, 要回鄉下不賣早屋 不是吧, 你媽媽不是傻子這麼交關 前一陣子被人騙錢, 現在被人騙早屋 有為何傻子這麼傻子 你別說了, 別說了, 別說了 大嬰兒, 馬上打電話給你媽媽出來 但我點醒她, 千萬別相信老千說 快點 怎麼會這樣, 真是… 還在中華中 她會不會打電話給老千? 是呀… 是呀…沒有錯, 我現在就在華州之內 我賣了華州的早屋, 存夠五十萬 是呀, 你們讓一隻人過來拿錢 我一手交錢 你要一手把那份新屋的鑰匙給我 是呀 李小姐 俠童已經帶來了 是嗎? 那些錢呢? 錢呀? 你來這裡…你看看, 看見了, 看見了 看見了, 看見了 一大堆 李小姐做事真是爽手 當然了 來…趕快簽回合同 來… 女兒 你坐… 好的 你和她談談, 你真有意見 那… 這份是你的, 你保管好 好的… 公司很忙, 我先回去, 我先走了 新屋鑰匙? 是呀, 真是的 男生的豪宅就是你的 你可以進去的 好一點 我先走了… 再見… 怎麼會有阿Sir呢? 是我一、兩隻蛇來的 這次看看哪一隻是水魚 叫你一隻人最厲害的 我這隻水魚就是客 是嗎? 怎麼這麼像? 最厲害的, 連我們都騙了 我都被人騙了兩盒 我再騙第三盒被人騙 我就是一隻 是呀… 是呀, 智省金鑊 你扮豬吃老虎, 你厲害了 是呀… 我一眼就看到那群人 是老天龍報紙 我掌握了第一手台料 好, 到時我報告給阿Sir知道 其實那些樓盤和那群老天 是沒有人騙的 是嗎? 他們扮成是看樓的 其實是老天天 是呀… 大家好 這位是公安的副sir 副sir… 副sir, 副sir, 副sir… 謝謝… 是… 副sir的副sir 敬禮專欄, 大家看過吧 可以呀… 是呀, 副sir 你那個專欄我經常看 真是… 你真是我們偶像 對呀… 是呀… 是呀… 副sir, 副sir… 謝謝… 我今天就幫警察抓了一些騙子 我是不是很厲害的 你真是真是厲害了 這次警方能夠捉到這麼大群的騙子 你就功不可沒了 是… 聽到沒有? 你一直聽到沒有? 你們都想學習的 是呀… 是呀, 說起來 真是要向嬌學習 正所謂吃一次, 掌一支 嬌前一段時間 被騙子裡騙了這麼多 但這次騙不了她 就說明她進步了 是呀… 死不死, 你有事說我的壞事 不是呀, 說多一點就聰明一點 是呀… 其實, 說到第一件事 那些騙子騙來騙去 說來講去這麼多事 萬變不離其中 最後一個字也是一個詞 真是呀… 貪子只有一個貧子 是嗎? 所以大家如果遇到甚麼事情都好 一定要沉著冷靜 俗語所說嘛, 三思而後行 那…真是呀… 這件事, 你們一直以為我學習 是呀… 我不僅僅將那些蛇子引蛇漆動 是呀… 我等那些蛇來 將那些蛇仔和拼紙 全部都拉到去 是不是很厲害呢? 說到這裡, 要提醒大家 如果沒有阿嬌這種出神入化的演技 最好遇到這種事情 還是打電話報警 沒錯, 真是 這件事… 我正說… 甚麼?我兒子找你 喂?你是誰? 你以為我猜你是誰? 沒有… 阿蛇, 有料到 一天就是拼紙來的 是嗎? 你是誰? 你是社會的人渣 你是孫人來的 你這麼貪情 好, 我將那些錢給你 讓你賣藥吃, 看病, 讓你賣工材 嘍得這麼毒, 真的 你沒想法 你還要我管你是誰? 你是竹獅雞 你竹獅雞來的嗎? 你把香檳拿來竹獅雞來的 竹獅雞的消貿是這樣的 你真是竹獅雞嗎? 當然是竹獅雞 是嗎? 小小妹 還說自己是神探, 是嗎? 連我的聲音也認不出 你的演技好在哪兒? 阿嬌, 這只是演技捉錯用神 快向別人道歉 是呀, 沒用掛 沒用掛 你罵到他罵得貼地 還不用向別人道歉, 你死定了 快點 忍住, 他不租屋給你住 趕你出去就死了 神探, 艾連今晚 要給錢我去看病 給錢我買棺材 現在這些棺材升不上價了 我看來從這個月開始 你又加三成房租 去哪兒 我跟你們打過 你啦